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我的机器人女友这部电影刚开始看名字 以为会是一个烂片 结果看过后觉得有笑有泪 电影的女主颜值非常高 美丽清纯又无所不能 时间线的逆转增加了高级感 虽然感情有套路 但是这样精彩的电影 套路再深也可以多刷几遍 初看的时候觉得是一个屌丝逆袭的故事 但是这个屌丝逆袭的也不算到位 次郎对这个天降的机器人女友算是没有任何办法 机器人女友无所不能 力大无穷不说 眼睛还带有投影功能 可以说救了男主角次郎无数次 但是却没有感情 电影也是演了一大半的单相思 虽然机器人女友对次郎非常好 却始终没有人的回应 电影里次郎还气急败坏的 享用人的办法让机器人女友吃醋 结果是女友跳舞比她好 她吃醋不说还喝得直吐 电影可以说是非常的搞笑 一直是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下 为我们演绎了这场甜得不得了的爱情故事 感觉就是前一秒还在笑 下一秒就猝不及防的被塞了一口狗粮 不过好在这电影里的狗粮还挺好吃 电影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结尾的部分 机器人女友牺牲了自己救了次郎 虽然他依旧面无表情 但是总让人觉得他应该也产生了感情的觉醒 是珍惜想要保护次郎 次郎抱着机器人女友的半个身体 伤心哭泣的时候 屏幕前的我们又有多少人跟着一起伤心呢 好在电影最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结局 未来世界里和机器人女友长得一样的女孩 见到了被拍卖的古董机器人 穿越回了次郎和机器人女友相遇的那一年 也呼应了那个开头缠着次郎 给次郎带来了快乐和爱慕的女孩 女孩在机器人女友毁坏后又穿越过来 和次郎再续前缘 现在的次郎终于可以拥有一个真正的爱人 其实机器人女友的原型设定 正是这个未来的女孩 严肃的人可能会说 这样的时间线设置是有悖论的 可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故事 既然是在电影中可以由人来掌控 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他安排一个完美的结局呢 这部电影演出了很多人内心的渴望 大多数人的内心是孤独的 像次郎一样 或许正在人生的低谷 并没有很好的知己朋友 也没有亲密的爱人 幻想着有一天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爱人出现 可是当这个爱人真的出现了 却发现他不能完整的表达爱 这样的缺憾让人一再的执着 想要拥有更多感情上的呼应 次郎和机器人女友的互动 就好像青春时期的我们 青涩而美好 笨拙的表达着 尽管这些表达可能不会有所收获 次郎或许只是一个屌丝 但是他的爱是完美的 他的爱很执着 所以才会用自己的后半生去修复机器人女友 晚年的时候依旧想念着他 他付出的爱尽管也期待回报 但实际上即使没有回报 他依旧义无反顾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